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弃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里的舍己有放下自己 舍弃自己 奉献自己的意思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主题就是舍己 我年轻时曾选秀艺术 因为热爱 在做这些艺术类的创作时 我觉得十分喜乐 把许多的情绪感受 幻想放入进我的画画中 我的音乐中 并且沉浸于自我想象的一个世界 自己编织的一个美梦中 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在创作艺术的这段过程中 我也了解了许多成功的艺术家 也是将自己的情感 还有经历 还有他的个人特色 融入进画画中 换句话说 一幅有灵魂的画作 反映了画家的内心感受 和真实经历 且能打动人心 许多画家 艺术家在创作者创作者的过程中 会变得越来越自我 曾经在看电影《弗里达·卡洛》时 迭哥曾经对弗里达说过一句话 他说 想要成为艺术家 就不要在乎任何人的意见 包括我 这就能看出他的艺术理念 那就是艺术的核心目标 是要使人完全成为他自己 在不知不觉中 艺术家很容易成为 他人眼中的偶像 和高举自己 不管是梵高、弗里达、张爱玲 可以看出 他们是有名望之名的艺术人士 也被后人景仰 但是他们的人生充满着苦难 情感饱受折磨 好似这样才能画出史诗般的剧作 但我却感受到 他们在尝到了成功 万人追捧的情境下 最渴望的是一份内心的平静 单纯简单的幸福和平安 换一句话说 在这个世界中取得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比常人承受不一般的痛苦和压力 不管是拜自己为偶像 还是崇拜他人为偶像 我们最终都在丧失自己 失去了创造主 对我们人生中美好的安排 与命定 有一天当我从有己的观念 转变为无己的观念时 重新来看我年轻时的艺术品时 我觉得神的爱是包罗万象的 并不是小情小爱自我感受 也不是借由艺术做情绪发泄 一个成熟的艺术家 一个有灵性的艺术家 一个有信仰的艺术家 是借由画作艺术品 去传达无己的生命 信仰的真谛 生命的意义 以及上帝要我们传达的意象 主说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情欲 都将要过去 唯有他的画是长存的 主也说他没有任何的形象 不要去为自己做偶像 也不要去雕刻什么做偶像 当今天你是一个有基督信仰的艺术家 你是主所要使用的圣洁器皿 先审查自己作画的心思意念 再去了解主的心意与意象 从基督而来的是喜乐平安健康光明的 从世界而来的充满着诱惑与事态 还有私欲 当你今天要创作时 若主与你同在 你守所做的功 必门他的保守 也必受万人瞩目 因你在基督里 叫万人都看见神的奇妙作为 且不亏欠神的荣耀